所见到的景象 外界他只看到了蒙火 看到外界的火 而内心 身心的感受 它是伴随着自己的习惯 这种习惯 看不见 又隐隐约约的确实存在 就是我们生气的习惯 和贪嗔痴的这种习惯 就是这些习惯 你说真的 那你看得很清楚吗 好像也看不清楚 你说有没有呢 隐隐约约 好像有这个习惯 所以一个发脾气的人 他要发脾气之前 他会感觉到自己心里开始 油已经开始烧起来了 火还没有爆发 忍不住了 他就要爆发了 一旦爆发出来 就受不了 他能隐隐约约的感觉到自己这种惯性 夜袭冲击过来的惯性 他能感觉到 真的有没有呢 实际上背后还是空的 如果你当下能够一念转心 以阿弥陀佛的名号 或者修持悲心 当下上面一念转过来 也就转过来 所以烟来形容 你这种惯性 惯性非常恰当 就是我们平常的生活习惯 也是隐隐约约的有这个东西 但是真有没有呢 你抓不住 就跟这个烟一样 他如果沉着这个烟 就是只能随着自己的习惯来生活 他就只能堕落在国间地狱 因为他已经看到前面的十方世界的门火 上下左右 全是门火 看到这种门火 自己内心又无法自拔 不能从这个 看见门火的这种生气的 清晨的环境当中 马上念佛 转为清凉的身心 如果有念佛的习惯 一念弥陀 马上内心清净 然后前面的门火马上熄灭 地狱像就不会现成 那往往在这个时候 他觉得无能为力 诸位在打坐腿痛的时候 就有这种感觉 腿痛的时候你想坚持 但是原来的那种习惯 就让自己不坚持了 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不能坚持了 我就下来了 那种痛苦 你说他有吗 他确实有 那你说真的在哪里呢 放下来以后想想 感觉自己现在如果坚持 应该还可以再坚持的 为什么就五分钟 你也坚持不了 有一个人做两个小时 他差一分钟就坚持不了 他看不了 怎么看那分钟 就过一年一样 人家度日如年 他度一分钟 像一年一样 他说那分钟 已经过了三十秒了 他受不了 谁放下来了 我想我也想不通 但这种情况很少的 很少的 前几天就有个人 他就跟我讲 他说只剩下最后三十秒了 是受不了 他放下来了 两个小时没做忙 就这么难 他在地狱向现前的时候 十方门火在你面前 你想自己改正过来 就非常非常的难 非罪成淫 就伴随着自己的习惯 前面的六十 就你的认识 你的业力 已经成为习惯了 你如果要改变这种习惯 当下一念心 转为清净的佛号 然后就坐在那里 马上感觉到清凉 一面心转变过来 转变过来 就入了无间地狱 因为见到十方门火 这个是一个极大的称心 前面十种阴都具足 说的这个最直接一点 就是不良的习惯 你成具足了 人家说恶惯满您 饱满的全部都是恶的 惯满了 那你的整个世界看到 四边周围上下 没有一点是好的 你那个时候 不但外见看到 没有好的 就是你的脑子里面 想到的 也没有一点好的 连佛菩萨 你也想不到 师生 就是老师 僧人 父母 亲人 朋友 所有的一切 你脑子里面 一个概念都没有 有些人在痛苦的时候 他对亲人朋友 什么都想不到 因为他觉得世界上 非常孤独 只有他自己一个人 求谁都求不到 好像痛苦生起来的时候 只有自己一个人 什么人都帮助不了 那么坐在那里 就只能 任这个环境 来摆布 任这个业力 来推移着他 前面的方向 所以这就是 入无监狱 没有办法 那我们平常 如果有一颗感恩的心 遇到什么情景 经常想起来 要佛菩萨来救我 一想到佛菩萨 阿弥陀佛来救我的话 那你也很容易 就会解脱 就是在痛苦面前 马上就可以消失 所以 进入无间狱以后 他发明了 两种 见像 两种像 这两种像 在我们现在的身心当中 也存在 这是地域众生 这两种像 更明确 发明二相 一的明见 明白的明 清清楚楚 看得很明白 什么见呢 明见 则能 便见 种种 恶物 身 无量 味 他就会 看见 种种的 这个物质 物像 种种 景象 看到了 而且 都是恶的 门火 包括后面的 所见的 各种 见像 你见到的 都是 不愿意 见到的 东西 而为什么会 见到 不愿意 见到的东西 前面我讲过 跟你自己的心态 有直接关系 平时你都喜欢 看电视的 生气的时候 就把电视砸掉了 你看 这个道理就说明 那个电视 一点都没错 它便没有什么错 就是你自己错 说得明白 你就是你自己错 但是你在那个时候 看到他就是 不说 就是不顺眼 当我们看到一个人 觉得不顺眼的时候 一定是你自己错 记住啊 你看到一个人 不顺眼 看到这个地方 不顺眼 看到自己 这个环境 不顺眼 只要你看到他 生气了 一定是你自己错 他的错的根 一定是自己 不在别人 绝对不在别人 无论是什么情景 出现在你的面前 明相 你明明白白 见到了这种种种恶物啊 生起来的无量的畏惧 这个畏惧的根 在你自己 畏惧害怕是一种心态 当你见到景象以后 又更深害怕 更增长了 你这种不良的心态 这就是我们凡夫 从明入明 本来你迷失了自己 生起不良的心态 不好的心态 然后看到了不良的境界 所以打坐用功当中 有时候见到了恶境 看到什么 魔鬼啊 看到没有头的人啊 前几天还有个人告诉我 他一打坐就会看到 一个没有头的人 站在他前面 他吓死了 没有头的人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平常自己做事情 就是没头没尾 是不是啊 他被我这么一问 蒙住了 他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事情 觉得自己做成功的 总是没头没尾 我说你看 你打坐的时候 你就看到了 那就是你自己 其实你也不用害怕 不良的习惯 没头没尾 他出现了情景 就看到没头的人 而且还没有脚的 他自己 他是说没头的 我说他脚你也没看到 他想了半天 他说 是啊 我的脚我也没看到 看到没头没脚的人 其实就是你没头没尾做事情 答应别人的事情 不好好做 其实心里有鬼 将来你就没有脚 然后你想做的事情 都不是自己想好要做的 都是随别人说 哎 某人今天去晚了 你也没想好 就跑去晚了 结果你把事情又耽误了 这叫没头 有没有 今天来天津 也没有准备好 结果一大堆事情 你也没有安排好 你就跑过来天津 别人叫你去 你就去了 去了以后 自己事情又耽误了 你这个叫没头 然后呢 准备好的事情 做了一半 那就不做下去了 没尾 没头没尾 我跟他说了 他笑死了 他还没有着魔 就是还是比较正常 坐那里 看到有没头没尾的人 我跟他一讲了以后呢 他很高兴 很高兴 结果呢 他再打坐的时候 就看不见了 因为他一看到没头没 一想到自己 那个影像就马上消失 所以地狱像现前 你看 就是说 他内心的那种痛苦 看了谁都看不顺眼 所以就有境界 不顺眼的境界出现 出现了以后 他就更深害怕 更确定 确实有这个境界 更确定了以后 他内心又更害怕 越来越加深 所以叫无间地狱 他没有间断 就一直在这种恐惧的心态当中 不停地影响自己 所以一个人 犯了错误 造了恶业 这个恶业啊 直接影响到 他的身心 他觉得自己 一直有恶 一直犯了 犯了罪 犯了错误 总感觉 自己是一个犯罪的人 当你遇到了 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人世间是无产的 生老病死也是正常的 哎呀 有时候生了一点病 他都觉得自己是造恶报了 其实这个恶报 也可能是仅仅是因为你吃了一点不该吃的东西而已 你就没有看到 然后给自己乱想 乱加罪状 那越加越恐怖 越加越恐怖 最后 你就陷入在这种痛苦当中 不能自伴 有时候还不能回光返照 还老抱怨别人 总觉得别人怎么样怎么样 就自己啊 徒生痛苦 很冤枉 这是明见 就是你明明白白见到了这种景象 事实上也是一个假的 我们现在见到的前面的这种种六根六成的世界 明明白白看到了认为有这个杯子 其实杯子是无我的 我们也没看到 还是假的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坐在这里讲的都是很真实的 这也是一个幻觉 但当你处在这个幻觉的世界里面 它一定有一定的规律 这种幻觉是有因缘果报的 如果你认识到了这种幻觉 这个因缘果报对你也不影响 恶业感到的恶果现前了 你就去感受这个恶果 也不用可怕 背后便没有受恶报的人 受恶报的人 恶果的人也没有 也是无我的 认识不到 那我们就自作上因上果 去感到好的因 好的结果 所以这里面就蕴含着 你所见到的未必是真实的 事实上 六道轮回的众生 所见到的一切景象 全部是我见的结果 全部是错误的 地狱的众生 他对于那种 实报的感觉 比我们更严重 我们觉得实报 有时候有人还在那里讲 人生是苦的 有些人说 哎呀 人生是空的哦 几十年以后 谁管谁哦 虽然他这个空 跟佛教讲的 性空不一样 但他觉得人生是空的 几十年过后就没有了 看看邻居有谁死掉了 又是在那里感叹几下 哎呀 你看坐人真是空的 他你看 本来还健健康康的 一下子就死掉了 前几天我们那边 又有一个车祸 一下子死了五个人 昨天 听说永家那边 又有个车祸 瑞安永家 三轮车三个人 在那里骑着 一个大货车过来 单场就死亡了 很多了 就是马上就死掉了 我们一看他说 哎呦 这个人生还是空的 这个空的 你能讲得出来 其实也没认识到 所以人生 虽然是迷惑 但是人生的迷惑 往往很多人 对人生的执着 还不是特别固执 但是地狱里面 他所执着的太固执了 太固执了 他就一个猎头转移 都很难 你就那种很相似 模仿的说 地狱是空的 这句话都没人讲 相信都不相信 因为他看到十方 全是猛火 而且他看到的那种 种种减相 种种恶物 实在是太真实了 一点改变都没有办法 所以生起来 无量的畏惧 越害怕 越痛苦 越痛苦 对那个执着就越深 那小孩子打针 我们看到的 小孩子一看到针痛 就开始哭了 还没有打 医生还在打屁股 摸那个药棉的时候 他就哭得 叫得不行了 好像就简直痛得不行了 其实如果不打针 不打他呢 他也觉得很痛苦 他有没有道理啊 那都没打他 那里又痛啊 没痛 他就是叫得不行 但是打完了以后 他还要叫放天 那大人知道 其实打的时候有点痛 打之前也没有痛的 心理作用 他认为那是很痛苦的 所以他就觉得整个过程 从医生碰到他 皮肤开始 到最后还是痛苦的 我们大家对痛苦的感觉 也是如此 那么有些人遭受了打击 或者这个钱财失去了 或者亲人失去了 他已经失去了 失去的痛苦你已经有了 过了一年两年 还在那里痛苦 你其实你的生活还是照样 亲人找了 他的夜报结束了 他跟你这段缘结束了 如此而已 你如果有智慧 有良心 那你就帮他操作灭佛 让他的未来的世界更好一点 唯一有力量 有用的就是对点 除这点以外 其他的一点没有用 但是我们往往 对那种痛苦好像 感觉非常真实 以为还成年在痛苦当中 就像小孩子还没有打针 他就在那里哭一样 事实上你没有那种痛苦 这是第一种 恶见 第二种呢 说恶者暗见 既然不见 身无量恐 明见 暗见 暗见是 什么声音都没有 地狱上线前的时候 无间地狱 什么都看不到 寂静 一点声音都没有 什么都看不到 他内心 就会陷入一种 无底洞一样的深渊 生起无量的恐惧 那么平常呢 一个脆弱的人 心灵比较脆弱的人 他内心的孤独感 会很明显 你内心越脆弱 越有孤独感 越痛苦的人 他也越有孤独感 就是 一个 造恶很重的人 恶业 或者他发脾气 发得很大的人 其实他的内心 非常脆弱 他在内心深处 越来越觉得 没有朋友 没有亲人 如果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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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的亲人 自己家里的人 都发火 都很难听的话 都能骂得出来 那么可见 他的内心 还有谁呢 他的内心 是没有人 非常孤独 那么这种孤独 就是见不到 任何的人 跟他有关系 地狱上 现前 也会感受到 见不到任何人 所以 发脾气的人 他不管谁 他都敢发 对佛 他都敢发脾气 生气起来 谁都不管 父母亲人 没有人 能挡得住他 在他的心中 他的恶性习惯 是唯有自己 唯有 唯独只有自己 没有别人 可是这种习惯的背后 却蕴藏着他内心的 最脆弱的 无助的心 就是没有人 能够跟他沟通 他的孤独感 到了极限 所以既然不见 前面九种因 这个伴随称恨 而生起了十因 九种因 跟称恨加起了十种 这十种地狱的因 都会造成 孤独的感觉 我们大家的修行 如果 这个自私的心 我质的心 越来越强烈 你的生命越来越低落 你会感觉越来越孤独 圣人的孤独 是不痛苦的 圣人看到的孤独 是越来越无我 所以并没有一个孤独的人 他问题完全可以解决掉 但是地狱 它是唯独 只有自我 这个我 怎么也消除不了 伴随这个我 而生起的孤独感 越来越强烈 所以当你还有能力的时候 你会追求别人的支持 需要别人 比如说 需要恋爱 需要别人对你理解 需要沟通 需要别人 跟你在一起 站在你这个角度 来看问题 总是需要很多的人 来支持你 这种需要支持 实际上是你内心的脆弱的表现 那么当你这种恶的习惯 到了极限 你内心陷入于自己的习惯 不能自拔 特别是贪嗔痴的习惯 不能自己 从这种恶性的习惯当中 自拔出来 你看不到身边的人 这就是一种地狱象 我们人 山上道的人 他都能看到身边的人 为什么人有善心 一个善良的人 他会看到他身边的人的感受 我们坐在这里听课 你看到身边的人 大家都在听课 很需要专心 所以我们把手机就关掉 就很认真 怕影响别人 你的世界 有别人 不会孤独 哪怕那个人 是一堆畜生 不是人 我们对畜生放生的时候 给他皈依 我们走路 不惊吓 这些动物 没有动物 我们看到这些树木花鸟 我们看到 也觉得 他们需要我们的关心 你也不会觉得孤独 你的世界跟你是有联系的 所以当你觉得能够降服 破坏 甚至占有 葬身别人 这个时候 你内心的孤独感越来越强烈 你跟两个人在一起 都希望别人能听你的话 然后你都不照顾别人的情绪 那个人他感觉痛苦不痛苦 你不管 你只管自己 你的行为给别人带来的痛苦 你不知道 所以有些做坏事的人 他其实不知道 他根本就没有去感受 去体会别人的那个感受 这样的人 他越来就越孤独了 所以内心只是只有自己 到最后没有别人 那么这个时候 他在临终 死的时候 他想不起来任何一个人 诸位 如果你现在死了 你会想起谁 你会想起谁啊 现在今天就死了 如果你今天会死 你会跟谁去告别呢 跟谁说我要走了 你们心里先冒出一大堆人了 就没有冒出阿弥陀佛 很遗憾 你想到的 如果是六道的凡夫 伴随着贪欲 那你三二道的情形会出现 如果你现在要死了 你说我最深 他害我这么长 我死了 我要这个仇报不行 我一定要把这个仇报了再死 那你就地狱向现去 你要报仇的心 复仇的心 那如果你放不下哪个人 是一种善心 责任心 你来生还可能做人 如果是一种贪欲的心 贪欲 也伴有称恨的 那你恶道上就会陷进 那么如果你内心 要死了怎么办呢 你放不下水呢 你想我要死了 我第一个是跑到阿弥陀佛那里去 别的都不管 那你就跟阿弥陀佛相应 到那里以后 我们的亲人朋友 再慢慢来度 这就比较放心了 所以你当下这颗心 能想到水 如果你坐在那里说 我死 那就随他死吧 那你就很孤独了 你死的时候 中阴身就需要救助了 因为中阴身 就是一个极孤独的身 他是随着业力 谁叫他 马上就到那里去 不叫他的时候 他就是在宇宙间 灰灰暗暗的 就像那个夜里一样 但是跟夜不一样 跟那个下雨天 非常阴暗的天一样 就是雷雨快来 暴风雨快来 整个天地之间一片黑暗 但是又不是夜里 就是眼睛都看得见的 可是一片黑暗 就在这样的一个宇宙空间 当中 游魂一样 东飘西飘 谁叫他 马上就到 中阴身很快的 所以如果你现在的心灵 没有灭佛 没有用功 然后 内心也很孤独 这个时候呢 谁叫你 你就会去 谁叫你说 到哪里去完吧 你马上就会去了 到那里天津吧 你也会去 但是你目的也不是天津 自己没有内容 自己的生命变得像游魂一样 很孤独 但在座的可能都不会这样 你因为你每天都有生活 都有功课 自己都有事情在做 不会心随静转 所以这种心态呀 就是 见不到一个人 既然不见 什么都见不到的时候 他内心生起来的是 无间的 无间的这种恐惧 内心的恐惧 在打坐的时候 那种无明夜象现前 无明夜象最深层的无明 就是孤独 就是黑暗的孤独 你在打坐我不知道 诸位有没有体会过 你坐在那里 闭上眼睛 有时候念坐 我在念佛 念着念着 这个身心会慢慢的空掉 空掉 感觉从天空往下掉一样 在虚空往下沉 一直沉沉沉到哪里去 不知道 有些人就非常害怕 这实际上也这种地域上 因为你内心太孤独了 就是这种孤独的境界 现前 你内心并没有任何东西 既没有法 也没有受用 也没有对世间的这种贪恋 谁也捆不住你 你如果捆住你了 是妄想 妄想是颠倒的 是要造业的 没有捆住你 可是你内心的那种需求 自我的感觉还在 自我还在 所以在黑洞当中 掉下去的那个人 就是自我的感觉 然后伴随着自我 你便没有其他的 更多的妄想 上的思维没有 二的思维也没有 如果有上思维 你会有对身心很愉悦的感觉 感觉天地一片光明 现在光明的心生起来了 心里很安静 很开心 感觉像有太阳一样 清静的心生起来 感觉很舒服 那如果你内心有佛 有佛法 你法更好 因为有佛法的时候 修识念处啊 修念慈敏啊 或者修光想 或者持咒 你会感觉你现在有法 你是跟法在一起 就不会那种承诺的心 就不会很严重 那法也没有 持咒也停掉了 持咒也停掉了 佛又不念了 这个时候 他一直往下掉 那么如果你一觉到 你马上一念佛 马上从这个黑洞当中 一开始生起来 念佛念得越专注 他生得越高 生得越高 那个感觉心里又越开阔 所以这个心态啊 是很复杂的 这整个世界 就由我们各种各样的心态 组合起来 那么 按键呢 你看 往下 地狱当中 有明鉴和按键 明鉴 见种种恶像 神无量的畏惧 这个按键 就是见到 什么都没有 黑暗 又很安静 什么声音都没有 他生起这种恐惧感 如果我们平常觉得很累 什么声音都没有 坐在那里 静静的 你感觉一下 哎呀 我现在可以休息一下 真好 你这么一个念头生起来 这个恐惧的心 马上消失 地狱就不用去了 他平常我们就不习惯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人 真是没办法 就是你随时都能够 让自己寂静 不打妄想 身心很安详 坐在那里去感受它 但是平常就是不习惯 就喜欢折腾 下折腾 所以我们 那个 整个国家 整个社会 不能下折腾 如果下折腾的话 折腾跟创造 跟你的事业心 跟你的菩提心 跟你的用功 是不一样的 折腾是 没事找事 本来好好的 你非在那里折腾来 折腾去 把自己折腾的 筋疲力尽 然后在那里 很受伤 很难受 不折腾 创造 是我们需要改的地方 我们去改 肚子饿了 需要吃饭 想好吃的 就弄一点吃的 不要因为吃饭 因为生活 然后在那里 动很多的歪心思 歪来歪去 歪到最后呢 也未必是正确的 折腾自己 所以这个暗镜出现 一定是 让自己这颗心 变得不宁静 不习惯 这种宁静 定力每个人都有 我们的心 随时伴随着我们 智慧和定力 随时都生起来 你现在 坐在这里 或者走路 你能看见万物的 清清楚楚的 这就是智慧 地狱向现前的明鉴 就是智慧 它见种种恶物 就知道 这是自己过去的习惯 恶爆来了 现前了 这是大智慧 它看到了这种剑 那如果说 不生无量的畏惧 不被自己的那种 狭隘的 知见所影响 那么 它一看到这个恶物 是缘起 是现空的 当下清清楚楚 心甘情愿去 接受这个果爆 那么地狱 恶爆的痛苦 马上消失 我们现在 见到的这个人世 人世间的人间百态 是非好坏 高低盼寿 各种情景 都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 如果你 清清楚楚 看到他们 知道这是我们的果爆 这些夜暴 现前 你心甘情愿去接受它 也不去排斥 也不去迎合 自然不生恐惧的心 亲人就是亲人 不是亲人也没关系 朋友就是朋友 不是朋友也没关系 这些事情成功了就成功了 不成功也没有关系 该怎么做 你还是继续努力去做 认认真真去做 然后做的过程中 知道这只是夜暴而已 一切法无我无相 缘其而信空 所以你心里只要一敞扰了 你的大智慧在你的生活当中 马上就现前 因为本来就有这种智慧 就是地狱众生 他在那一念心 只要过身畏惧 他的大智慧就现前了 那种恐惧感马上消失 因为地狱的这种着象 完全是虚幻的 我们六道当中 所有的执着 都是伴随着虚幻的我 执着展开的 全部都是梦境 但是在那种境地当中 很难脱离 所以经常听有人说 你说的好听 实际上做不到的 事实上你说的好听 做的比说的要更好 因为做到了 你马上就消失了 一切痛苦马上就消失 但是做不到的人 他迷子 就一念心转不过来 你不停地听 不停地去感受 树立这种无我的知见 不停地去观察 你在生活中看到了 包括我们现在当下 你看到前面千千说出 大智慧 清静心生起来了 你就不会去排斥什么 也不会去迎合什么 然后还知道该怎么做 这当下的心 如果去习惯去感受了 你就会体会到 你的内心 你的心灵 变得很空灵 很剔透 对任何境界现前了 不管是魔界现前也好 佛界现前也好 诸行无禅经里面说 佛界如魔界如一如无二如 佛界也是如入不动的 魔界也是如入不动的 是一个不是两个 都是如入不动的 就是他的体 是如入不动的 所以当你看到了这个 大智慧马上现前 那么我们平常你看 对这种明见 我们不习惯 明明白白的情景 我们不习惯而已 你看到坏人 看到别人在你前面照业 干坏事 你习惯吗 你不深称恨行吗 不习惯 你会深称恨 所以我们有 有用功修行的人 你一定要习惯 见什么都要 见怪不怪 奇怪自败 不会感到 那么定力 内一代的定力 也是守能源大定 本来就是既然不动的 无所见无能见 我们的真心 无有一法可得 而当下的心 我们也能体会到 比如大家坐在这里 你没有妄想 内心非常寂静 有时候我能感觉到 大家坐在这里 比打坐的感觉 比那个打坐在那里 一个人坐在那里 念佛共修的感觉 可能更好 因为你坐在这里 我们脑子里面 就不要想问题了 什么都不需要思考 很清静 什么都不用想 你这种感觉蛮好的 你打坐还体会不到 但是你不习惯这种 什么都不想的感觉 那在这里我们听经 经常提醒你 能够做到一点 可能什么都不想 脑子很清楚 又什么都不想 但是在生活中 你有多少时间 这样去做呢 太小了 在生活当中啊 如果你一天 能够有提起来 四十次 四十次 算你是真想修行 了生死的人 真发菩提心想修行了 就是一个正常的人 你脑子不正常不算 正常的人 不管是智慧不智慧 于此不于此 上根生前都不要紧 就是你现在 是个正常的人 你听懂了这个话 知道自己 要提醒自己 在生活中要用功 然后你真想用功 你一天要提起来 有四十次可以提起来 然后第二等 第二等就是 中等的人 有二十次到三十次 就是想用功 但是用功的心 还不是很猛烈 有二十次到三十次 那么如果说 一般般觉得 有菩提心 有用功的心 想用功 有想 但是呢 业力也很重 不是特别想 第三等人 差不多有十次 就是你也有想用功 但十次都没有的人 基本上属于 娱乐佛法 不想用功 不想了生死 不想开大智慧 只是觉得佛法 可以让我生活好一点 舒服一点 佛法是一个优秀的文化 从文化角度去理解 佛法只是我的 副产品 佛法只是你的味精和盐 连菜都不算 更不是你的米饭 不是你的主食 主食 菜 然后才有调料 调料有时候觉得很重要 但是调料也不能吃饱 只是你觉得生活的舒服一点 大部分的人 学佛法 可能把它当调料 不是把它当做饭来吃 不是把它当做菜来吃 所以 你想把它当调料 一天也有一次到十次 会提醒 让自己感受一下 当下这颗心 是清净的 是明亮的 明亮就是智慧 清净就是禅定 所以 人 每个人 都有提醒自己的 这个能力 也都有这个条件 我相信在座的诸位 没有一个 没有这个条件 特别是大家听了 这么多年的这个佛法 我们讲了一言间 都三年下来了 你还不能提醒 说明你生死心 真的不肯戒 不见棺材不落泪 我估计你见了棺材 也不会落泪 傻掉了 不下地狱 不害怕 就下了地狱了 他怕已经来不及了 不习惯了 我们不会修行 是因为你不习惯修行 记住 不是你不能修行 不是你没有能力修行 也不是你没有条件修行 我相信在座的 每一个人都有条件修行 就是你不习惯修行而已 你就习惯聊天 习惯闲聊 习惯在那里讲讲话 喝喝茶聊聊天 过着比较 比较随意的 随自己业力推移的这种生活 随意也受报的生活 那么不当人 当下智慧和定力 可以现前 其实地狱的这两种项 发明二项啊 这两种项就是大智慧 和大定力的现前 大智慧的现前 他能见种种恶物 就是见到自己的恶孽的心态 已经转换为一种恶物了 你恶的因已经结成恶果 他看到了 那我们大家现在 能看到我现在到今天是什么报应 能看到的 你小时候不读书 你现在就没文化 没有条件 那是自己条件不够 也是自己的恶报 那么你平常乱吃乱喝 生活不习惯不好 你身体也就不好 你也很清楚看到了 凡是你今天到今天这个份上 是自己最深的努力 自己最深的行为 导致今天的这个结果 你很清楚 这个清楚 就像地狱 它变见种种恶物 见到恶物了 看到自己什么因 感到这个结果了 你看这是大智慧 可是他见到了这个 就生起了畏惧 忘记了因果缘起 当下明了的心态 他见到了既然不见 寂静安然 但他不安 非常寂静 一点声音都没有 他反而生起极大的痛苦 是有些人这样 有一个人 这个打坐坐在那里 坐在那里 妄想打不出来了 按我们说蛮高兴的 坐在那里 他想什么想不起来了 两个小时 他一点都想不起来 他后来不敢做了 为什么不敢做 他说他怕找火入魔 佛法不懂 坐在那里都想不起来 撒掉了怎么办 不敢了 这是定力 定进现前了 他害怕了 我们小时候读过的一本书 那篇文章叫夜宫好龙 在家里的柱子上 门上 墙壁上 到处画着龙 喜欢这个龙 然后那个龙王一看 他这么喜欢龙 感动了 一感动了 这个龙就过来 生了龙过来 他看到真龙过来 吓得魂飞魄上 他好龙真龙来了 他害怕了 这个故事我觉得 也是佛经里面来的 这是我们修行的人 喜欢修行 喜欢禅定 喜欢自己业障 赶紧消除掉 是不是 喜欢消业嘛 可是当你生病的时候 遇到坏人 骂你的时候 遇到恶劲的时候 这正是你消业的机会来了 我们pass了 我们喜欢禅定 当你病进来了 我们又pass了 喜欢这个 这个修行要破除魔君 那有时候我们也尝试着看 着火入魔 那魔境陷阱是什么样的 因为魔境陷阱 当你魔境抵挡过去了 魔境是来考验你的 当你这个考验过去了 说明你考试合格了 可是这考官一来 我们吓得就跑掉了 考官就两种了 黑白二无常了 白无常 他平常表示的 就是这个明鉴 明白的明鉴 明明白白的 叫白无常 就是你的身心一切都很清楚 在你的心中 你喜欢的 快乐的 叫白无常 黑暗境 就是黑无常 黑白二无常 白境就是白天 白无常就是白天 黑无常 黑无常 暗境就是黑夜 我们平常每天都在经历白天和黑夜 白天我们看到人 见到事又担心 觉得事情这么多做不完 又害怕白天 夜里什么都看不见 我们又怕夜里 所以需要灯光 夜里一个人找路都不敢走 你看看 实际上 这个明鉴就是大智慧 暗鉴就是大定律 大禅定 追求禅定和智慧 定会等持 直观并运 佛的功德 就是两种 叫福德具足 智慧具足 福德具足 就是无量寿 就是定力 定力极致 是最有福报的 这个智慧具足 就是无量光 光明照耀 明明白白 我们人的这一生 随时都在伴随着 这两种情景 要么你明明聊聊 你身边出现了什么情景 要么什么事情 都不出现的时候 你心里什么境界都没有 很安定 可是为什么人就不习惯 这种明了和禅定的境界 反而总是习惯 各种各样的情绪 畏惧啊 恐怖啊 贪欲啊 称恨啊 空虚啊 执着啊 追求啊 总是伴随着 这些情绪 让自己从一个地方 流浪到另外一个地方 从一个火坑出来 又跳进另一个火坑 一个人闲着 觉得无聊 要做点事情 做事情又怕事情 又怕麻烦 总是在这里折腾 所以地狱 有最大的 最好的境界线前 没办法把握 人间 有最好的境界线前 没办法把握 那么当我们修禅定 修到一定的时候 内心有受用了 我们也会出现明见和暗净 所以明暗两种啊 随时伴随着我们的生命 长济观净土 你看 佛最圆满的长济观净土 也伴随着明镜和暗净 明镜 就是光明 长济光 能够知道十方法界 一切因缘果报 暗净 就是济济 长济的济 就法身济静 无有义法可得 无有义法可视人 可以展示给别人 无所得 法身无相 无相无所得 才真正叫济然 所以叫长济光 我们汉字用的也是济 地狱也是济然不见 也是济 我们人也有寂寞 没事的时候 一个人在那里寂寞 无聊空虚 也是寂 这个修长定格受用了 也出现明镜和暗净 明镜出现了 看到十方 十里 万里 百里 都能看到 好像神通一样 暗净现前了 坐在那里 这个时间过去不知道 一切空间和时间 在你的心中脱离了 就是有那么短暂的一段时间 你的大脑脱离了 时间和空间的束缚 这位可以模仿 其实 就是你把想好 坐在那里想好 时间和空间是错觉 然后你就把自己注意力 注意自己的大脑 注意自己的心 看出这个心的时候 你心里可以想象 把空间和时间 全部舍弃掉 但你在空间和时间 舍弃掉的这一场 你感觉你的生命是没有时间和空间的 所以这个时间过去 你根本就没感觉 空间过去 时间过去都没感觉的时候 就是寂然不生 就是安静 所以有时候我们听法听得很专注 或诵经诵得很专注的时候 一个小时过去 真的没感觉 很快就过去了 有时候你很在意的时候 哎呀 时间很难过 所以宁静和安静 是用功也会出现 不用功也会出现 上心也会出现 恶心也会出现 快乐痛苦都伴随着我们 人家道教讲的阴阳 你看 他世间就用阴阳两极 阴就是暗 阳就是明 白天和黑夜 我们人有前面和后面 前面就是阳 看得见的就是阳 背后就是阴 看不见的 所以背后说人坏话的 就是 这个 心里有鬼 是阴暗 太阴暗了 阴险独浪 在背后 说人坏话 背后搞人的 明明白白跟你讲的 是明明白白跟你说的 这就不是阴险的 阴暗 阴阳两面 所有的事情 都有这两面 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 宇宙的规律 佛性 就是具足 禅济观的 自在 因为佛性 他的体 就是如如不动的真空 是 所欲 暗的一面 因为五相 什么都看不见 是寂静 不动的 佛性又能够 起一切像妙用 又是明明白白 所以 正体的人 涅槃 只有寂静 没有光明 涅槃没有讲光明的 除非是大臣的 大坡涅槃 无助涅槃 讲涅槃有 常乐我尽 涅槃是得 小臣讲的涅槃 求解除道的涅槃 没有常乐我尽 涅槃是得 他是只有暗尽 只有寂静 没有光明 所以他不起用 那么大臣 见到 一定要见佛性 这是忠道 建立忠道 就是明暗两境 都看清楚 所以为什么 地狱有明有暗 人也有明有暗 我们现在也有 定有动 那么禅定也有明有暗 佛菩萨 臣佛来也有 禅济光 也有明有暗 因为核心的生命状态 就是我们的佛性 心性 这个心性具足两种功能 它具足这种功能 既是明的功能 又是暗的功能 这两种功能 历千节而不变 经万代而不义 他不变不义 为止真常 就是真理 是永恒不变的 所以叫真常 这是我们的真心 所起的这种妙用 所以佛性 是大臣佛法才讲 小臣佛法不讲这个 那有些人学下了一些南传佛法以后 他就把真心 把虐狂看得是一个最容易理解最浅显 现在很多人一看这方面的书都觉得很容易看懂 但最大臣的觉得很玄 实际上大臣一点都过学 你看多了 自己去思维思维 马上就能够受用 这就是随时伴随的 地狱也是我们心性当中显现出来的景象 所以他具足这两种 两种境 但是可惜的呢 是我们由于无量节的我之和万贱万喜啊 错误的认识 所以把人生的快乐 也认识痛苦的 把地狱的更是认识成恐惧和畏惧的 恐怖畏惧的这种情景 是被这种习惯的情绪一直拖着 业力拖着 随夜受暴 如是见火啊 你看 这个见 前面这个见 明见和暗见 都成为火 火是烧人的 痛苦的 不安的 我们看到人生百态 有时候很感慨 你这个见就是见火 记住啊 我们经常听到有些人发牢骚 讲经说法也发牢骚 做事情也发牢骚 修行也要发牢骚 各种牢骚实际上就是见火 因为你见到的全是痛苦的 你见不到大智慧大光明的这一点 见到的却是完全痛苦的罪面 所以这个见火 它会怎么样呢 它会烧听 把你听来的都烧着了 见本来是眼睛见到的 由于你没有正知见 所以你听来的话都会很生气 道听福说 听什么 讨厌什么 听到别人好 你嫉妒别人 烧着自己 听到别人不好 你在那里瞧不起别人 还是烧自己 所以烧听 在地狱里面就变为 货汤羊虫 羊虫罐口 货汤 就是锅 很大的锅 烧汤 烧起来 把你扔在里面 煮油锅 煮这个 砸这个油条 一样放里面 砸 或烫羊虫 烧吸 能为黑烟 只燕 吸 就是呼吸 所以 有些人说 哎呀 这个气氛太沉闷了 简直喘不过气来 喘不过气来 就是烧吸 其实喘不过气来 不是别人 关键是你的心 你痛苦了 你讨厌这一帮人 你没有慈悲的心 你就会烧吸 变为黑烟 那个烟都是黑的 呼吸都是黑的 太难受了 止烟 火焰烧起来都发止了 你闻到的气息 都是难受的气息 我们如果跟一帮 在那里讲是非 善恶 讲人坏的坏话的人 你有一点道心坐在那里 你能闻到这个气息 是很不舒服的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讨论佛法 讨论众生百态 然后开智慧 生慈悲 这样我们会越讲 越舒服 如果你在那里 讲了一大堆的痛苦 却没办法改变自己 不能扩大自己的影响 不能扩大这种 智慧和慈悲的影响 而扩大自己的那种 贪嗔之烦恼的影响 那你闻到这种气息 很不舒服 所以地狱里面 就被这种 错误的知见 烧吸 烧味 味就是舌头 所尝的味道 能为 焦王铁迷 烧焦的铁王 吞下去 你一烂聊 有些人 对自己 这个饮食很讲究 口感很挑剔 所以 给他什么 他都吃不好 吃了什么 他都挑剔 挑毛病 说这个也不行 那也不行 这就是烧味 他由于错误的知见 把他的味道烧坏 所以恶鬼道的众生 米饭给他 他变成烫了 火烫 火烫怎么吞得下去呢 这就是 胃被烧了 那我们知见错了 比如说 你见到这个人 有仇人 如果有人告诉你 今天供养你这碗米饭 那个供养你的人 是杀害了你的父母的人 估计这碗饭 你就吃不下去了 仇人给我饭 我怎么能吃得下去呢 坚决不吃 把碗饭扔掉 其实这个饭 也没有什么罪过 只是因为那个人给你 可能你就不吃了 另外碗饭说 这个是那个救命 救你有恩的人 他进行给你的饭吃 你就吃饱了 你觉得他对我有恩 我也得撑下去 同样的两碗饭 可能人家还换了 调换了一下 给你仇人的那碗饭 说这是恩人给你的 你可能吃得尖尖有味了 原因在哪里 是你是烧味 把自己的味觉烧掉 之间带来的痛苦 有多深 烧错能为热灰炉炭 错就是感错 就是你被埋在锅炉里面烧 锅炉里面的炭跟灰都是热的 当你觉得这个世界是痛苦的时候 你对外界的所有的感触都是痛苦的 见到人不要说就是你春夏秋冬都受不了 我看有些人真的是百般的保护自己 那有些人戳门 怕太阳晒 晒黑掉很痛苦 其实晒黑可能还更健康一点 他左薄右薄 左遮右遮 右挡 要把他挡起来 就是怕晒黑了 别的没有怕 这就是烧错 就他的观念会使他带来很多的麻烦 甚至莫名其妙感觉到痛苦 太阳照下来了 事实上是不痛苦的 那因为太阳照下 把他照黑了就痛苦了 这就是烧错 地狱里面更是如此 最重要的是烧心 能生 心火 蹦杀 烧这个心 就是意思 观念被烧了 由于这种知见 外在的知见 影响到当下这颗心 过去的习惯 影响你现在的心态 这种心态一旦不好了 你身边的这一切心火 是蹦杀出来的 蹦裂出来的 不是一点一点的 就像那个 放烟火的火炮炸开一样 发脾气的人就是这样 地狱的众生 他的痛苦是从内心当中 蹦出来的 蹦出来 你是压不住他的 你越压 他蹦得越响 你看 鞭炮 你们知道 鞭炮 一点点 火药 这个火药如果到一点的度 你外面给他捆得越死 他蹦出来的力度就越响 气给他蒙住了 他蹦着响 如果你气不给他蒙住 他蹦一下就没有了 没有什么声音 一个人内心如果痛苦了 你外面越给他压得压得紧 他抱出来的爆发力越强 你不压他 给他舒放一下就没事 所以地狱的众生啊 他外在的环境压着他 实在是沉面的不行了 他内心的贪生痴在那里 十种因在那里 一定要爆发出来 所以 他这种火一样蹦出来会怎么样 三骨空间 把整个虚空 三起来了 火三起来一样 三起 三起来了以后 变满整个虚空 把整个虚空就是骨的 肚子吃的骨骨的 吃的太饱了 你内心的痛苦 就会充满了整个空间 所以十种因 由于明见和暗见 这种恐惧的心 这种错误的知见 烧烂你的心 由于你的心的痛苦 你的整个世界都变成痛苦 这就是地狱的第一种报 叫剑报 剑地上的报应 好 上午就讲到这里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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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